想人家經過新的肺炎 醫病 香港的有病 婆婆這麼悄悄 你那些當做好生 都看到有東西就回來了 我老公不是重傷死 不是跳樓死 是這樣子撿起死他 很快就死 你老婆娘很愛心想 她們需要基金, 基金需要你 今天愛心看真點, 現在開始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精神… 是, 阿B哥 今年香港市道不景 經濟不太好 一些社會問題還未能解決 你能解決得到 知道不好吧, 我說不要緊 只要大家肯挨肯做 一定可以順利過道 對, 說到社會問題 相信最嚴重的都是失業 據我們所知, 現在香港 有十多萬人仍然未找到工作 他們怎麼辦 是一個問題 不過不要緊, 還是那句 怎麼樣 沒有工作嗎?找工作吧 對, 去吧 對, 去吧 去吧 ошиб 不 這件事 是吧 還是有事 做 不 做 叫做 要坐Benz, 偷自幾個腦 踏入九五年公共市, 花加就加 一月加價的有廣燈、煤氣和的士 二月水費, 四月有九巴 大路山隧道和中電都加價 五月份地鐵火車輕鐵都加 六月就郵票郵價 到了十月, 公屋租金都加一份 月球再找個性 就沒有怕, 沒有怕就加了 加快快樂 加加加, 加加加加加加 火爆發, 加加加加加加 紅豆沙, 茶葉汁 全部要加, 慘到極 求你全家, 夠分量, 怎樣吃 真是渣度, 豉油都沒吃 夠了花, 夠了花, 命真是家 為好人話 近年香港經濟不景, 百物騰櫃 加上製造業廠房陸續搬遷到內地 外地勞工又充斥就業市場 令香港打工仔搵食艱難 生活百常加緊 我們這班打工仔 東街酒的藉口是壞場位 找個小道月底, 怎麼夠小 是個鬼, 託是認真心製 搬緊伯娘 做到隻積感的樣子 搬緊伯娘 深水怕盡怎會香 搬緊伯娘 怕誰這麼多都要得 信了搬緊力, 想說拿回粗發量 現在我搵成, 哪有搬緊伯娘 這麼理想 原朗一對姊妹化 疑恩遭家人襲馬, 跳樓失望 一名雜貨店東主 號賭成勝欠下拒債 於店內自殺身亡, 遺下孤寡 一名婦人懷疑丈夫在大陸包而拉 爭吵之後被人發現墮樓重傷昏迷 宋怨靜神不治 既然無心機, 整天自己放棄 動下就要死, 我無存在最尾 蜂蜂不合理, 整天運向我家 充滿自卑心理, 風曬人鬼不悲 既然無心機, 其實做了香蕾 不要自棄, 就有存在最尾 似乎忘記, 遲到會多生機 只要立心真氣, 機會向空旋徽 人生難免多相比, 何必不天尋覓 人生猶如早吉利, 定知了 明明地方, 就不留下生氣 好, 太好了 我突然想不到自己的表演這麼厲害 不是吧?你叫做厲害嗎? 好,恭喜… 外面獎獎 太好了 謝謝 各位主持人,直接搶著香港目前的環境 你覺得反映了小市民的心聲 對,尤其是失業問題破了紀錄 誰知道失業問題破了紀錄 屯門大塞車也破了紀錄 裡面的居民五點、六點出門口 下午五點都還沒回到公司 你試過這種慘犯嗎? 是,你試過一個月衣食住行的費用 只有1800元 現在老人福利金只有雞稅 還被人說是否用不著 還有前幾個月又打風又水浸 令市民尤其是農民非常徬徨 有些人整間屋被山泥沖走了 所以天真是… 是,祖輝 所以說做人不只是看天 要靠自己 那些哥哥姐姐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做甚麼都要想清楚 不過其實有時候有些事想都想不到的 就是你們有沒有想過 搭一搭巴士都會有一個人棚掉下來 算了算了算了 意外意外好了好了 正所謂人生不如於事十常八九 總之我們面對這些事要樂觀點 堅強點 沒錯 不開心的事是少不免的 但是開心的事也不少 好像香港人越來越有愛心 很多熱心人士很下雨就去捐贈 還有幫人 謝謝大家 今晚我們率先帶頭要幫助那群失業人士 一經我們呼籲 有二十多個大機構就熱烈響應我們了 已經提供了超過四百份的職位空缺給我們了 我們會進行一個穩攻大行動 是的 我們幫人的行動就陸續有來 還有一群藝人嘉賓都會拔刀雙座 陣容真的非常之鼎盛 包括有四哥謝賢 美女葉芳華 包大人金超群 展昭呂良偉 葉振航 鄧瑞文 雙天鵝 還有一組 這位就是闊別樂壇 闊別影壇很久的粵劇大老官 知道誰嗎 羅劍郎先生 還有陳秀文 黃淑儀 還有師傅也探訪過一些個案 他們很需要你的支持 其實要幫他們很簡單 只要你們打個電話號碼就可以了 電話號碼就是 1872333 100條線在等你 看看阿萊和阿神熱線在那邊 不如看看那邊的情況 好 謝謝明姐V哥和各位同事 阿萊 對, 現在後面這麼多人 有英俊和美女幫我們聽電話 就知道我們等你們打電話來捐輸 對, 我們捐款熱線是172333 重複一次是172333 有100條熱線等你們打電話來捐輸 我千萬不要猶豫 在這裡要特別感謝香港電信 贊助100條捐款熱線給我們 謝謝 順帶一提就是你們捐禮的每一分 每一毫我們都會撥入基金 而基金會直接幫助有需要的人士 阿神, 說說今天看真點 慈善基金成立到現在已經有一年了 其實那些善款去了哪裡呢 大家都不知道是吧 不如我們馬上就為大家匯報一下 過去一年今天看真點慈善基金的分配 在1994年10月至1995年10月這一年裡 今天看真點慈善基金一共撥款 21萬9884元 給老幼傷殘的病患者 而在天災人禍的應急扶危方面 撥款達到159萬8584元 全年基金撥款幫助的個案 一共有36宗 今天看真點慈善基金的確是能夠發揮很大的作用 不過除了出錢之外 我們都要有力出力 實際這個行動去幫助人 好嗎 對…非常對 不過我們已經在做事了 找誰出去幫助人 我們要有三大條件 第一, 行俠仗義 以及公正言明 以及形象要深入民心 孫師姐會霸得牆 孫師姐會霸得牆 你也像, 你也近綁 但是說到這幾個條件 如果最適合的就是非他莫屬 是 彼、鐵、還、更、鴨 包青天 包大人 適當人選 真的 但是找誰去好呢?請他 喂…找包大人 豈不是要穿古裝 我沒試過讓我去 你說對 對了… 交給你了 好 全極古鳴冤之人 全極古鳴冤之人上堂 文女鍾慧寧參見包大人 你恩何極古, 有何冤魂 文女鍾慧寧是奉 從今天愛心體珍滴之命 突以前來貴府, 誠邀開封七子 為一幫獨居老人搬屋 搬屋? 老百姓關心社會 確實是一件好事 沒錯 然而我等七人若一途前往 只怕有所不必 大人請放心 這次義工活動 是有別於一般職務 學生以為大人不妨未復出巡 就不怕引起眾人注意 亦可方便行事 龔孫先生說得是 王朝曼漢將龍照顧 是 準備行裝, 立即出發 是, 大人 有勞總姑娘擺路 謝包大人 開封七子搬屋大行動 立即開始 現在我們有請開封七子時裝版 你買包大人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那你們呢? 好, 那出發吧 這次我們的目的地 就是慈雲山慈政村 這裡稍後就會清拆重建 其中很多老人 也因此而要搬屋 但是他們因為年老體弱 經濟環境又差 所以也沒有能力搬屋 開封七子 這次就齊齊出動做義工了 首先要幫助的 就是住在慈政村 四十九座八樓的杜魯伯夫婦 雖然老人家電器傢俬 雜物多羅羅 但是開封七子合作了這麼久 做事自然很合夥 看看他們多努力 多點來就密手 眨眨眨眨眨眨 就已經把所有東西搬到樓上了 然後他們就要把東西搬到邪對面的新屋 不知道這次他們搬屋又有甚麼感受呢 我剛才看到他一個… 你的頂宮老人家 是… 我想他一個人是沒有辦法搬的 幸福大家來幫忙 我沒試過 但我覺得這樣做很有意義 開心吧 我希望大家年輕人 多幫助老人家做多點有意義的事 所謂下樓容易, 上樓難 搬屋也很趕求後勁 不到最後直路也不能放軟手腳 努力開封七子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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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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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人家說, 常屋搬下屋就不見一樓屋 不知道開封七子搬屋有沒有搬小夜 對, 開封七子幫你們搬屋 開心嗎? 開心… 開心… 其實你們有沒有點過那些數目 齊不齊全?會不會漏? 很齊, 沒甚麼… 真的齊全? 齊全, 很齊 開封七子搬完第一間 馬不停蹄就搬第二間 第二間就是位於慈政村 五十一座六樓的陳婆婆 好, 大家快手快腳 合作無間之下, 又搬完第二間 休息也不休息, 又搬了第三間 看看他們是否辛苦 還好, 還好嗎? 真的辛苦了 不是, 幫我們做得很起勁 現在幫助我們逃少一點 是嗎? 有效… 有效… 經過三個小時的努力 開封七子終於幫老人家搬了三間屋 好, 其實這次真是辛苦開封七子 我們應該多關注老人家的問題 雖然目前有一群義工幫助他們 就像慈雲山區的容光社 但是我們也要繼續多關心 以及關懷老人家, 合不合聽 是… 多關心 各位觀眾, 你們好, 康山英昂 雖然我是第一次在亞洲電視 跟大家見面 但是一直都有留意今天看真點的 我發覺很多人都需要其他人的幫助 很開心今晚有份參與 今天愛心看真點這個節目出一分力 希望你們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勇躍捐輸, 看這把話來吧 今天三月, 我們曾經報道過一位十一歲的聖仔 他除了心臟和器官有問題之外 還因為聽過神經受損而聽不到東西 而聖仔的心願就是想聽到這個世界的聲音 為了令他夢想成真 我們在體質D基金撥出十五萬 讓他進行一次換人做耳窩的手術 最近我們再次去探訪 發現這次的手術並不成功 不過經過醫生詳細診斷 認為聖仔還可以接受第二次手術 而且成功機會亦很高 希望我成功 還有希望多多人支持這個基金 幫助有需要的身份仔 失業容易, 穩功難 現時香港面臨一個 前所未有的失業問題 據勞工處統計, 香港現時的失業率是 百分之三點六, 人數超過十一萬人 本年一月, 某大報紙關閉 三百名員工被遣散 六月份, 某大啤酒廠裁員一百人 八月份, 某大連鎖快餐店 一日內裁員五百人 雖然環境暫時令人沮喪 但他們絕對不肯在意代弊 每天都尋找工作的機會 直到成功為止 阿堂, 我們的穩功大行動 已經進行中了 前兩天有六百多個穩功大軍 來到登記 今天陸續來見宮 現在我們現場這裡有三百多位人 除非人這麼多 所以我們在七時就開始見宮了 沒錯, 其實真的有樣子看 每個人都是找工作 無非想找工作去做 這位先生, 其實沒工作多久 一年了 一年沒工作了, 真的找不到 找不到 找不到的 真可憐 這位朋友, 你當初是甚麼原因失業 沒有, 自己辭了工作 不知為何 不知為何 你當時做的工作是甚麼 船務公司之類 可能想找一份更好的, 是嗎 沒有, 想著轉換環境 這樣也好 好, 希望你今天成功 這裡有三百多人 可能有三百多個不同的 失業的例子多不勝數 是嗎 明姐, 看見不要阻礙你們的時間 立即開始找工作大行動 繼續見宮吧 但今天這裡的失業大軍 有這麼大的陣容 要找幫忙才行 一定有, 這種大場面 沒有他就不行了 有請劉翁 謝謝兩位, 謝謝 各位好朋友, 大家好 沒有工作做是否很閉毅 是… 是否很想馬上找到工作 是… 我們明白, 我們完全明白 大家不用擔心, 總要鑽定 現在我們手上有四百多份工作 會盡量為你安排, 幫你忙 讓你們去建功 希望能夠找到一份你們喜歡的工作 當然, 我們這個尋公大行動 也很感謝有很多大公司對我們的支持 所以我在這裡 僅向各位大老闆致以衷心的感激 謝謝你 我們希望做到有身分性的就有工作 人人有工作, 個個有公開 你說多好, 是吧 事不宜遲, 我立即向你們介紹工作 如果你聽到之後, 你有興趣的 就請你舉手, 我們就會立即請你下來 我們的同事就帶你到隔壁房 因為每一間公司已經派了代表 準備今晚跟大家接見, 好嗎 立即開始吧 第一份是鱷魚順 鱷魚順是聘請壽課員 名額有10個這麼多 男女不驅, 17歲以上 經驗也無所謂 月薪是6500至7500 哪位有興趣, 請你舉手 哪位有興趣, 請你舉手 我看到上面有兩位 有兩位, 不用客氣的 請下來, 舉手那兩位請下來 還有哪位有興趣 但另一個位, 請你下來… 哪位, 還有哪位 有興趣, 請下來 我們同事會帶你到隔壁房間 那邊有一位女士, 好了 接著, 鱷魚順是倉務員 有四個名額 男女不驅, 年齡17歲或以上 中三程度, 不講經驗 月薪是5200至5800 哪位有興趣 鱷魚順的倉務員, 哪位有興趣 有興趣, 請你舉手 有興趣, 請你下來 不用急, 我們同事會帶你到那邊 立即面對面 立即見工 小心, 你不要遮蓋臉 遮蓋臉, 走路可能會有危險 不要緊, 不用客氣 大家有所謂 我覺得做人真的無所謂 今天你幫我, 明天我幫你 有所謂, 是吧 還有, 高落服務有限公司 聘請是一級的管理員 三位, 男女不驅, 18歲以上 小學程度 如果有大廈的管理經驗, 更好 月薪是5500至7800 哪位有興趣… 同時還有二級的管理員 有四個名額, 一樣是18歲以上 初中程度就行了 月薪是6000至8700 哪位有興趣, 請舉手 好, 請舉手, 好, 請你下來… 對, 上面有兩位, 請下來 好, 不要客氣, 請下來 其實我覺得沒所謂, 是吧 有時做工的事 我們不要挑剔得太厲害 一個人最重要是能屈, 能伸 可能那份工作 暫時不是你這麼理想的工作 但沒所謂, 我們可以先做 最重要是不要讓她停, 對嗎 對… 最好, 接下來是… 烤雞大王集團有限公司 櫃面服務員名額有八個男女不拘 18歲或以上 中學程度, 如果有快餐店經驗 就更好, 月薪是4250元 哪位有興趣 是, 請你下來… 對, 上面有, 下來… 不要緊 還有, 烤雞大王是廚房員工七位 拼稱廚房員工七位 年齡是18歲以上, 男女不拘 如果有快餐店經驗, 就優先陸用 月薪也是4250元 哪位有興趣, 也請你下來 是廚房工作, 有兩位男士 女士都有興趣嗎 不要緊, 男女不拘就說明 請下來… 好, 接著還有九爐倉通訊 投資有限公司, 拼請是文員 名額有五位男女不拘 18歲以上, 中午或以上的程度 能夠操作電腦優先陸用 月薪是七千元至九千元 哪位有興趣 請你下來, 小姐 慢慢…我們等你 兩位小姐, 三位小姐 是, 好, 看那邊 我們的同事會帶你去那邊 有很多位朋友對這份工作有興趣 慢慢下來 我們的同事會安排你們那邊 立刻會面 立刻就知道結果多好, 是吧 如果有什麼, 你還可以有第二個選擇 待會可以回來, 如果還未立刻合意 聽著, 還有富豪國際酒店集團 聘請一位司機 要男性21至50歲 學歷不虛, 要有3.3貨車駕駛執照 有三年以上的駕駛經驗 月薪是六千五百元至七千五百元 哪位有興趣… 同時, 富豪國際酒店集團 亦要聘請一位送花員 男女不驅, 十八歲至四十歲 月薪是五千至六千元 哪位有興趣, 是, 有興趣 好, 請你下來 慢慢不要緊… 慢慢不要緊 好… 對, 我們的同事會帶你去隔離房 立刻會面 我已經說過, 現在我們手上 一共有四百多份工作 我會逐一跟大家介紹 務求做到, 人人有功打 對, 由於時間關係 我先交給大姐明和錦棠 一會再跟大家介紹 好的… 當然了 大家真的很踴躍見宮, 唐鶴 這位朋友跟你談談 你現在打算去見一份甚麼工作 修科學員 修科學員 以前有試過做修科學員嗎 做過 也有經驗的 現在心情如何 很緊張 不用緊張, 定點來, 好嗎 好… 定點來就行了 這位先生, 你來見宮 帶齊證件、需要的資料嗎 帶齊了 帶齊了, 是嗎 有信心嗎 有 其實最近最近見過多少份工作 見過五份, 也見不成 是 訓法也不行 不要緊, 今次希望你好運 還有有些信心, 給笑容 有甚麼要求, 說出來 多數會成功的 對, 第六次, 陸陸無窮 祝你好運 好 好, 他們去了那邊見宮 不如我們看看那邊見宮的情況 好嗎 好 我教給祖輝你了 謝謝 祖輝 這裡的環境非常熱鬧 但我不可以太大聲 因為很多朋友都在見宮 不如看看他們的見宮情況是怎樣 小姐, 不好意思, 阻礙你 其實你們公司提供甚麼職位空缺 現在有售貨員 還有一些文職的位置 你見朋友都見了一段時間 其實你會滿意他們的表現嗎 很滿意 因為我們現在暫時請了四個售貨員 希望很快可以請人 是… 好, 那我們看看第二間 先生, 不好意思 阻礙你 其實你們公司提供甚麼職位空缺 證由各部門的民員 以及分店、基層的員工 現在見到這麼久了 應徵者表現會滿意嗎 滿意 滿意吧 應該很順利可以請人 順利 好 好, 希望 或者跟一個見宮的朋友聊天 小姐, 你好, 你想見甚麼宮 我是捨自立民園的 捨自立民園 你有沒有信心可以見到這份宮 我想也可以吧 那就在這裡祝你成功 好, 謝謝你 好嗎 謝謝 其實陸續還有很多朋友在見宮 遲一會兒我會回來看看情況 希望他們每個人找到深水宮 現在就回去一廠看看情況什麼情況 好, 九廠和館廳那邊 見宮, 進行得如所如途 好, 真是希望能夠找到人 人也能夠找到公 對, 需要的問題我們一定要面對 好好解決 何必師傅, 我知道 除了你關心這個失業之外 老人家你也很關心 對, 同親同替 對 我們要尊重老人家 對, 你去一個深山探訪 一堆就沒有人照顧老人家, 是嗎 其實是, 我們應該尊敬老人家 對, 她住的環境也不錯 住在遠離市區地方 要走一條好幾趟的路 住在家裡很簡陋 而且公公也瘋了 是嗎 婆婆七十幾八十歲 那條路還跑不時有蛇出門 有蛇… 好, 很急, 馬上去看真點 謝謝, 去片… 好… 一個七十幾歲的婆婆 一個八十幾歲的坦族公公 兩人相依為命 住在一間坊間的石屋 而唯一一條可以 被你和外界溝通的山路封住了 究竟人到白頭的時候 是不是這麼無阻呢 這裡…你又出不去 怎麼經常在這裡 別玩了… 林公公和張婆婆 住在大埔營盤下這個山頭 有二十幾年 最初是靠在酒樓做散工為身 但是九年前的一天 公公突然中風 一邊身不能動 之後還說不出話 而婆婆唯有靠擺街檔 來獨力承擔城頭家 剩下的時間 就要照顧行動不變的公公了 但是我見林先生是甚麼 就是, 行動很不方便 要吃甚麼都要你服侍 他行動, 沒甚麼 穿衣服就要穿 洗臉、洗澡、洗澡 幫他剃頭 我跟他剃頭 不然他不能走, 人家會向你上來看 兩老互相扶持 很多問題都可以解決 但是擺在他們面前的就有另一個難題 就是維繫著他們和外界的唯一一條山路 竟然是滿布毒蛇 而住在那裡的鄰居 都覺得這條路是很危險的 我想經常有蛇, 很危險 怎麼比蛇咬 也有的, 沒辦法 他走的時候 可能蛇走出來也有的 我們都是常見的 你覺得這麼危險 又有蛇有性 他自己怎麼走, 不方便 沒辦法的, 他那條路是獨頭之路 是從那裡去的 而這條獨頭路 曾經是救世君送飯給公公吃的 所走的路 可惜因為救世君曾經多次見到有蛇 而一度被迫停止送飯 後來救世君又再次恢復送飯的服務 不過他們只是把飯送到山腳 要讓婆婆自己下山拿飯 你這麼多年來這條路都是這麼難走 這麼吵架 吵架也不是, 以前有很多粥 很多時間 不要加上粥, 吃東西生的壇 由於那段山路實在太崎嶇和危險 所以婆婆也不會天天下山買菜 據聞公公和婆婆曾經試過 只是吃一些發磨的月餅來衝擊 但是婆婆說雪櫃的月餅是用來餵狗 其實婆婆曾經試過因為下山賣菜 而被毒蛇咬傷 那次她還差點弄得連命都沒有了 我說我很痛, 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甚麼咬傷 我想說是我不看到是甚麼 最初我婆婆還以為沒甚麼大礙 只吃生草藥就算了 誰知道將來腦腫腫, 下山是雨黑了 最後要留院十幾天才可以回家 怕不怕有蛇? 怕也不要怕, 還是這樣 還是這樣走 對於婆婆來說 她就要為了生活冒險下山 但是對於公公來說 下山的唯一機會就是去做物理治療 而每次都是要由醫護人員 用擔架抬她下山和上山 想不想找人幫你忙 有空去或扶你出去逛逛嗎? 我說是甚麼? 有人陪你出去或安排你出去逛逛 你就很想出去 其實這位公公本來有一張 人家送給她的鄰居 可惜這條山路實在太難行了 就算婆婆想和公公外出外走 也有心無力 會否要求你出去逛逛逛呢? 沒有, 她自己還要求 我能幫她甚麼? 雖然如此 但是在很多地方 我們都可以看到 婆婆默默地為公公做了很多事 她曾經為公公自製了一個廁所 和一個物理治療口 因為環境的關係 這對老人家差不多完全與外界隔絕 現在在她們的身邊 都只是一些充滿著歷史的陳舊物品 連可以間接看到這個花花世界的一部古老電視機 都是模糊不清 究竟公公婆婆她們怎麼看這種生活 有天吃這麼多, 是嗎? 窮不就省一點, 是不是這樣? 張婆婆, 你也很樂觀 對嗎? 我女兒回來50 對不起, 我五十多歲了 有甚麼打算 她才回家打死 不要這樣說 人到百頭時 當你們公公婆婆 有一天失去了另一半的時候 又有誰可以幫他們照顧對方 老人家大半身為社會作出貢獻 最後誰對他們作出回報 對, 興奮熱鬧, 不用多說話 總之行動要花來籌款, 對吧 我們有三位嘉賓 火和我們三位節目主持人說要玩遊戲 是呀 靠鼓, 有點靠鼓 已經分了早了, 看能不能猜不猜 我不如先介紹出來 馬聲… 首先第一組就是 鄧穗文和我們阿棠 好… 第二組就是兩位和Dee 恭喜… 謝謝… 第三組就是雙年我和阿神 好, 出發來玩, 玩法很簡單 就是嘉賓坐一張椅子 背向背著螢光幕 我們的主持人向著他 在做螢光幕畫面的東西 做動作, 不能出聲 第一組就盜罰一萬元 是呀, 每組… 每組的東西就有償款 沒錯, 每組的限時分半小時 猜中一名就有二千元 猜得多是要多償款, 知道嗎 明白嗎? 每一次分半小時內有十五件東西 總之是… 整個古薩都籌到三萬元, 一對 好… 來吧, 仔細,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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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一對這邊 鄧穗文清楚 阿棠 鄧穗文清楚 你再看著螢光幕了 不能… 尊世不能射你眼, 不能偷看人家 你尊世不能說話, 不是做主意 預備, 分手時間, 預備 計時, 頂點 預備, 開 開始 你一樣 雞人士, 家庭電動品 豐士, 冷氣機 是… 第二件, 食品, 水果 是… 明星, 娛樂家人士 郭福星 郭福星 是… 第二件, 揮春術語 恭喜發財 是… 大師傅 接著就是虎仔小說, 小說 來吧, 現在是… 有… 體育運動 細末 烈烈 明星, 再給傻士 Colin 再給傻士, 再做吧 再GO本花 一星期內 2022 駕舉, 大家好, 大家 一 p해 一個叫才爺 笑 擔紅…本港芫演明星 開心的 挺開心的 對, 性價很高 阿州星時嗎 對 家庭電動品 吸氛etas 太棒的 繼續玩玩玩具 起牌 厲害… 一個節日 還有 中國節日… 一般來說 看一般… 一般來說,第一個字很不動 還有 魚爛節 厲害… 繼續打開 繼續,10秒 動物… 舌 時間…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真厲害 好… 好… 好, 還有十一件事 兩件事 第一次只要二萬二千塊, 第一次 好… 一一一, 很辛苦 精彩… 一一一… 好… 好智慧 對, 另一對表現了, 子大學有請 好厲害 對, 真厲害 很厲害 這位傑兒姐姐 聰明一點 聰明, 聰明, 聰明 預備風中, 開始了 聰明, 糖葉 聰明, 聰明, 聰明 然後動物, 豬 吃甚麼, 一嘗吃飯 一嘗吃飯 明星 李書爐 好… 是, 給他一個字眼… 不是… 不是… 吉祥說話… 是一個字的 現在你見 好… 運動, 在運動… 網球, 擠頭 擠頭… 擠頭, 擠頭, 擠頭 若無球, 小一點點 擠頭, 擠頭, 擠頭 然後是家裡的設備… 廁所 是, 廁所… 電影明星, 以前的電視藝園 剛才開始做 對 以前的電視藝園 別多提示 有個契爺 不要 有個契爺的…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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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 走, 還不知道 五萬塔 是… 好… 繼續… 好… 你要用電視藝圓版 蘇丸 沒錯 是, 一樣東西 一個節藝… 藍牙… 情人煎 對… 繼續… 快點, 快點 是, 露面的一樣… 露面的一樣工具 發射機 對… 發射機 快點, 快點, 快點 對, 快點 動物, 快點, 快點 動物, 加球… 雞… 你做得好, 哪個主要是一件事 因為做得好 記住… 十三 真的很厲害 十三 衛中十三樣東西 好… 以前也很厲害 很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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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很想吃 真是響萬六 是, 太棒了 好, 那第三組了 好…來… 來… 阿婆姐, 到你來了 Ellen, 我給你 我給你, 很像我 你很大, 你很大 是啊 我也很不不器人 我先來, 一靠你 好 好, 不准射你眼 不准開, 又是這條 我可以看 不行, 你別怕 開始計時 好, 第一件事 是娛樂界的人 娛樂界行業… 她是滅姐 你原來是滅姐 滅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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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滅姐 然後家庭電用品… 我做波行 滅姐 我們做波行的 電視機 滅姐 你滅姐, 滅姐, 滅姐 吃的東西… 一顆的 好喝酒… 你平時在身體裡 看過家裡的人是做甚麼 滅姐 滅姐 是, 歷史人物, 歷史人物 突然 很謙虛 八公 八公 你畫得清楚一點 一本小說… 中國四大名著之一 有… 三個字 第二個字 有動物的 油, 腿 對了… 骨頭, 三個字 是甚麼 是… 中國四大名著之一, 小說 西柔肌 是… 一種體育運動 骨頭, 放進去 骨頭, 過來 上面有…有東西的, 骨頭 上面有… 上面有… 骨頭, 骨頭, 骨頭 上面有… 有個骨頭 上面有骨頭, 骨頭, 骨頭, 骨頭 你說甚麼? 有個骨頭 上面有… 骨頭, 骨頭, 骨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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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做給你 你真的像跳樓一樣 對, 骨頭, 骨頭, 骨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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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掛得他 對… 我懷疑他們計三組 那些東西難度高一點 對, 這麼難一點 沒錯 我覺得是 雲吞而已 有幾個雲吞, 浪費了時間 不要緊 大成績也好, 六、六、二十元, 萬二 對, 加上六萬元 真棒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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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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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頭 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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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頭 對, 真的很感謝大家 他們這麼努力演出 都是為了出自一波愛心 對, 我想看真點 不過愛心其實在中國 幾千年前三個樹代已經有愛心 是嗎?那時的愛心沒甚麼分別呢 其實這件事我不知道 不過…他就會知道 是嗎?好, 先看看 說到愛心 實際上是千古不變的 如果一個社會沒了愛心的話 就會變成一盆散沙 因為愛心像一塊石石一樣 可以將孤單獨立的人力資源 凝聚起來, 變成一種力量 香港人以愛心文明國際 所以我們有勇氣創造我們的經濟奇蹟 在今天來說 我們經濟碰上困難 就是因為我們的資源錯配 我們的人才好像一條條木一樣 在海上飄浮 如果我們能夠用愛心 將這些木條串連起來 變成一個木佛的話 我們就可以度過經濟上的困難了 三角演繹之所以精彩的地方 就是充滿了愛心 孫子兵法說 如果你想成功, 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曹操的打天下方法 另外一個就是劉彼的愛心 劉彼愛國家、愛朋友 在走難的時候 他寧願自己犧牲 都不肯拋棄老百姓 因此他建立了愛心的名譽 名譽是一個忠心地 為你工作24小時的好伙伴 諸葛亮成功的地方 就是草船借箭 我們見他一響羅鼓 四面八方的箭就會射來給他 而劉彼高舉愛心的信用名譽 四方的人才就湧來支持他打天下 由此可見 成功的捷徑 就是從建立愛心名譽開始 如果沒有愛心的話 晚年就會很慘 每一次我看三角演義的時候 見到那位老人家在河邊一個人吹燒 很孤單、很寂寞 我就警惕自己 千萬不要忘記獻出愛心 不如我請葉振堂先生 為你唱這首名曲 大家一起來感受一下 體驗一下、思想一下 有請葉振堂先生 或許會親愛心 可以用一習 禮拜託 你就這樣去判斷 就算這首名曲 就這樣說 你真是真是一句 我記得,你真是一句話 是一句話 的,你真是一句話 像人說一句話 你真是一句話 我再將話 說三角質 一句話 請,第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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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造工人陳襄文 因為一中地盆地以外身亡 在事發後 她在大陸的太太 立即帶兩個幼兒子趕到香港 為丈夫辦理新樓市 她在沒錢、沒妻子的照應之下 她們被迫住在某屋村的垃圾房 引起各界的關注 於是 我們立即在基金撥出二十五萬 援助羅女士解決生活問題 現在羅女士已經在元朗找到一間村屋居住 而她們兩個兒子 亦在教街的環境得到照顧 感謝亞洲電視 今年體驗一點 各位工作人員 還有感謝國會的新樓市 今年六月在深井發生一宗嚴重車禍 造成兩死十七傷 其中一名死者, 吳哥 分別留在太太和兩個兒子 這次的不幸 令到一家遁失以靠陷入困境 有見及此 體真的基金捐出十萬元 給吳家解決嚴眉之急 以及兩個兒子的教育兼費 現在他們的生活已經復復過來了 兩個兒子分別就讀中三和小學五年班 成績也不錯 收到基金之後 可以繼續維持生活 亦可以維持自己的學業 不怕沒有書讀 祖輝, 有一群人說 現在要投訴, 是真的嗎 是, 我知道 他們說政府剝奪他們的投票權 而且說自己是橡皮圖章 沒有自主權 人家叫他們做甚麼 他們就要做甚麼 你不是說那群議員 工會領袖 他們平日已經有很多話說 不是, 我是說那些主人翁 即未來那一隻 他們其實對社會問題很關心 不過就苦無機會 於是今天 就有一個叫做 今日兒童說多一點的環節 讓他們暢所欲言 我當然知道 我知道他們說得最好 那位有一萬元的獎學金 較早前我們經過面試 就選出四位未來的名嘴 參加今天的決賽 他們就會就一些社會問題 進行大控訴 不過他們未開口之前 我們要講講我們今晚的評判 他們分別就是 立法局議員周梁淑儀 OBE太平紳士 香港醫學會副會長 李嘉仁醫生 新聞從業員鄧景輝先生 其實三位嘉賓 我們大家都很熟悉 首先謝謝三位 我們不要說那麼多 不如馬上開始吧 好,交給他們 好 好,謝謝 首先站在我身邊這位小朋友 他叫林瑩 嗨,林瑩 我想問問你 香港現在的失業率挺高 你有甚麼看法 現在的失業率是3.6% 還在不斷上升 在100個人裡面 有3至4個人是失業的 解決失業的原因有三個 外地勞工跟我們爭飯碗 還有那些脂肪 尖酸和薄 說炒又炒 還有那些政府 不單止不阻止那些非法勞工 還包庇他們 解決的方法呢 有三個 就是儘量減少那些外地勞工 叫他們回原來的地方 政府不要再玩數字遊戲了 小孩子都會計 好 說得很好 好,謝謝 好,接下來是第二號的陳佩欣 欣欣,你也知道 香港老人家真的很多 但他們的居住環境差不止 而且經常不夠錢花 你和我這麼尊敬老人家 你有沒有看得住眼 有 現在老人家問題就越來越嚴重 因為現在那些年輕人 就只顧自己的生活問題 或者跟老人家有待交 所以就要放棄了那些老人家 我們就要找個辦法 可以令到政府拍多些宣傳片 或者可以教導一下那些年輕人 讓他們多關心老人家 讓他們安享萬年 那有沒有什麼實際行動 幫助他們改善環境呢 我亦都希望政府在那些公屋 但我不希望政府在那些公屋 就一家房住幾個老人家 因為現在就會傳染疾病 或者就會 或者就會 有病 或者就會發生摩擦 居住環境好一點就會好一點 哇,你這麼關心小朋友仔 我結兒婆婆 將來老了的話 你都不怕了 謝謝 在我身邊的就是朱家敬小朋友 其實學校的書包很重 而且讀書的壓力很大 雖然你是小朋友 你有什麼看法 書包就太重了 那些學生每天都要揹著十多磅的書包 長時間這樣就會對法育不太好 功課就太多 每天都要做十多樣 即是做很多個小時 他們就會覺得很辛苦 那你覺得書包重的頭 應該減輕他們 怎樣減輕 可以做些儲物櫃,對嗎 可以在學校做些儲物櫃 讓他們放書在櫃裡 不用揹著書包那麼重 還有 對,令自己發育好一點 可以高一點 不用揹著這麼辛苦 謝謝 而第四位參賽小朋友 就是謝寶琪小朋友 謝寶琪小朋友說 最近的公屋似乎有些問題 有時候又漏水 有時候有生蟲 你有什麼意見 其實事實上 我覺得現在的公屋真是很差 他們的質素又差 材料又用得不好 還有單位又小 所以市民住下去 就覺得沒那麼舒服 還有很擠 比起英國、美國的廉租屋 真的差得很遠 他們的廉租屋 最少都有七百多呎 香港真的比不上他們 就來到97了 97之後 我們的香港就是給中國 希望將來中國政府 建築一些更大更漂亮的公共廉租屋 還可以給一些單位的老人家 和傷殘人士 那些人就會住得更加舒服 真是很好的意見 謝謝你,謝寶琪小朋友 謝謝 真是厲害 這麼多位小朋友 每個說話都有板有眼 所以說小朋友 真的不要欺負他們 很厲害 他們很厲害 我立刻想起我們小時候 只懂得吃、睡、玩、玩 鍾衛玲,我不跟你 我四歲開始看財經 你當初告訴我 你當時還沒戒奶 看財經和識財經 是兩件事 我們不要說太多了 我們知道一廠那邊 有些事情正在進行 交給B哥 好 謝謝… 我們要提到一件事 除了看到小朋友這麼聰明 很關心社會 我這裡有一位朋友 是 鄧麗君 雖然雖然已經離開了我們 但她那份愛心和幫人的精神 仍然是長串 是的 有一間是台北馬利連國際有限公司 既香港 Perfect Beauty Corporation 捐贈了五十份 鄧麗君的紀念郵票 還有一幅鄧麗君的紀念郵畫 那些公司是拍賣的 是, 拍賣所得的錢 全都是會賠 今天看這些慈善機 是善款 真的很感謝 剛才我們看到兒童多說 小朋友很關心社會 剛才你說完 但也要有結果才對 你又怎樣看 我覺得小朋友現在 公民教育好, 傳媒發達 所以看你這麼小的小朋友 竟然可以對社會的事物 社會的問題 真是狼狼上口 我已經說得到 是 剛才你看的時候 你說第四位小朋友的妹妹 關心老人、公屋 你這麼喜歡 你挺喜歡 是, 為什麼呢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她要認識這件事 不是背書 不過不知道評判他們怎麼看呢 那就看看那邊的結果 好, 交給你們了 謝謝, 明姐 謝謝 評判又有結果 不過我就問一下 周太太 你覺得那些小朋友 講得好不好 有些點都不錯 你會不會 向立法局這樣反映一下 四位的表現都非常之好 即是表示我們將來的立法局 就非常之有希望 因為現在的小朋友 到十幾二十年後 他們就開始培養他們的立法局的前途 好 謝謝 問一下李醫生 你用醫學界的角度看看 小朋友為什麼這麼厲害 是早熟還是不太正常 非常之正常 因為現在的社會發生很多事 他們應該關心 今晚還沒有講醫療的問題 如果他們多些關心自己 關心社會 我想對全香港 以後我們未來主人翁的發展 是一件好事 好事 好事 不如跟新聞王子聊天 你經常報新聞很鎮定 哇 你看很多粉絲 但你覺得那三位的表現好不好 其實這四位表現得非常好 我建議公司應該簽訂這四位 未來的新聞之星 全部都做得很好 知道了 我簽訂了 準備合約 好緊張 每個人都這麼好 不如有請周太太 為我們宣布結果 好嗎 今天兒童說多些的冠軍是 多少號 多少號 這是我們的共識 2號的陳沛恩 恭喜2號的陳沛恩 小妹妹上來了 有請周太 為我們頒獎 在這裡 有一萬元的獎學金 可以回去努力讀書 沒錯 得不到獎的小朋友 千萬不要失望 記住以後多些留意時事 關心社會 這樣就可以了 謝謝周太 謝謝 其實也謝謝各位評判 現在我們不如休息一會 好嗎 好 稍後回來還有很多豐富的節目 準備著 待會見了 不要走開 好嗎 好嗎 雖然很辛苦 但仍然會很關心留意社會的事 希望你們也像我們這樣 在工作永遠之餘 也不忘關心周圍的人和事 因為他們也很需要你們的幫助 不要猶豫 快點打電話來 我們的電話是 1872333 沒錯,我們的電話是 1872333 快打電話來應娟 對,我們的找工大行動 進行了一個多小時 我知道你們的朋友已經找到工作 先恭喜他們 幾位,恭喜你們 恭喜… 真厲害,值得開心 對,我想跟你談談 你找到什麼工作 旅行社 旅行社 滿意嗎 滿意 好,滿意 那什麼時候上班 下星期一 下星期一,這麼快嗎 真開心 謝謝 這位朋友呢 你呢 我在會的文員 過兩個星期上班 對,薪金多少 六千 六千也不錯吧 那你以前的工作是多少 多一點 多一點?不要緊,先做吧 對,那這位先生呢 我是售貨員 售貨員 售貨員,是哪一方面的售貨員 是時裝那邊 是時裝的,對 那你自己覺得怎樣 挺好… 挺好 想到今晚便會見到工作嗎 想不到 想不到,所以你現在心情很開心 對… 另外,旁邊的那位太太呢 是清潔服務員 清潔服務員 是哪個機構 是富豪酒店的 不錯,酒店 那多少錢工資 六千多元左右 是,那就開心了 正所謂,有人快活有人仇 也有一些朋友還未找到工作 或者等消息 我看看他們是甚麼原因 這位朋友 你剛才去見一份甚麼工作 富豪清潔 是嗎? 他怎樣跟你說 他告訴我 要兩個星期內 考慮 還有問我肯定去銅鑼灣 或者沙田 會否遙遠 我說不會 他為何不說馬上可以聘請你 你知道甚麼原因嗎 他說人數更多 你見到一個人有這麼多 但名額又有限 再選擇一下 他說不要緊 你可以再選擇其他工作 再多見幾份 好嗎? 你剛才見到工作的時候 會否很緊張 不會 不會嗎?淡定嗎? 這樣也好 其實說實話 見工也很講述技巧 我們有一位嘉賓 他很有經驗 不過是做老闆的經驗 他從老闆的角度 告訴大家 見工的心得就是四哥謝賢 見工的心得 我這輩子都沒見過工 不過我聘請人是聘請不少 但我聘請人的經驗就是 我不喜歡那些人穿得太便宜 但我又不喜歡他們穿得太過火 例如像大小金撈、鑽石戒指 如果穿得這麼漂亮、這麼好的環境 根本不需要來見工 第二,千萬不要說上一個老闆的壞話 因為做老闆的 當然是不想自己的伙計出去搶壞自己 第三,不要說上一份工作 做得不開心所以不做 因為老闆請你回來 不是要你開心 而是要你工作 第四 見工的時候 老闆問你要多少工 你千萬不要說沒所謂 因為每個人都有假的 如果沒所謂那是怎樣 最後我再給你們一個提示 就是誠意、禮貌、信心 如果你們有齊了幾件事 保證你下次見工萬無一失 麻煩四哥給我們這麼多提示 麻煩你 現在時間已經是晚上9時多 我們在這裡還有很多朋友 坐在這裡等著見工 不要緊,我們手上還有很多漂亮工 等著跟你們安排見面 我們亞洲電視一樣請人幫忙 我們現在亞視有甚麼空缺 就是有座導、編劇、燈光、道具和服裝 其他工作 例如珠寶售貨員、時裝售貨員 技術員、適應、廚房、保安 冷氣寄工、電器寄工 清潔、收銀、送貨、樓面 存菜員、車衣、女工 銀行的櫃員、物業管理 分店經理、物業主任、文員 會計等等各類型的工作 大家可以不妨選擇一下 如果還未適合你心水 我覺得真的無所謂 這裡我們最重要記得四個字 騎牛尾馬 有甚麼所謂 還有一份工作就是銀行的信貸經理 月薪是三萬至五萬 不過這份工作就需要 對學歷和經驗有些要求 雙方面都要詳細考慮 所以可能今晚未必馬上會找到 好, 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跟大家介紹 現在交給看真點的同事 跟我們繼續工作, 麻煩 謝謝你, 劉翁 劉翁那邊一尾就是進行找工大行 那邊又那邊找工 我們這邊有很久沒見的朋友 以前是老同事 現在發音來了, 朱子, 王淑儀 馬上說要參加看真點的個案 對, 聽說你的個案挺感人的 因為一個十四歲的小朋友 因為環境不好就沒有書讀 加上生了一個單親的家庭 爸爸就鼻鼻癌 媽媽就在他出生三個月又離開了 而他更是早前的一宗交通意外 導致昏迷 這個遭遇的確不幸 好, 馬上看看整件事 在這個月的七號 洛馬州發生了一宗交通意外 當時十三歲的輝仔 被一部客貨車撞到重傷昏迷 腦部受到嚴重的震盪 被送入深切治療部 這是命運, 不可以害人的 輝仔, 把嘴巴放在家裡 這次意外 不僅使十三歲的輝仔 可能陷入長期昏迷的危機 也使三代人的希望都幻滅了 我每天都想望, 我已經大到星七臣 如果我星七臣, 我何時… 何時離開我都不要緊 這家三口 住在粉嶺軍地北村的一間村屋 八十五歲的奶奶 希望孫兒可以健康成長 而六十歲的爸爸 就只是希望兒子可以有能力照顧自己 輝仔就是他們兩位老人家的唯一希望 輝仔這次遇到意外 要在醫院裡昏迷 甚至乎要在病床裡 度過他十四歲的生日 他就是昏迷 全部都不醒來 全部都不知道 輝仔的爸爸半身操勞 到四十七歲才跟一個泰國女結婚 三年之後, 輝仔就出生了 可惜, 輝仔的媽媽在他出生之後 三個月就離開了家 十三年來, 一直都沒有跟輝仔一家人聯絡 沒人買過交易, 沒人說過他這樣 他自己不喜歡, 他自己走了 沒有說低聲 沒有, 他一天都沒有說聲 而輝仔就是由媽媽親手照顧大的 所以跟媽媽的感情是最好的 上學什麼事都是我帶來帶去 帶到她的一年 馬先生在二十年前搬入新界粉嶺 原本是以種菜養豬為生的 但是在幾年前 政府就以環保的理由 不再容許他養豬 之後他就做過多份的工作 現在他在一個大型工場做重工業的工作 不過在他家裡 還可以看到一些荒廢的豬欄 而令情況更加壞 就是輝仔的爸爸 在六、七年前患上鼻炎癌 雖然情況現在已經很轉 但是對於能否完全康復呢 仍然是不太樂觀的 好到好回來就要盯著他 而一手臭大輝仔的馬老太太 今年已經八十五歲了 保歷大半世紀滄桑的他 四年前更加因為跌倒而導致子宮流血 從此他就失去了工作的能力 雖然這間屋裡的東西 大部分都很古老 但是有一些東西 就一看都知道是年輕人喜歡的 例如這部遊戲機 還有這裡的Hifi、電視機 據馬先生說 都是輝仔最喜歡的東西 為了要給輝仔一個私人空間 他爸爸特地建了這間房間給他 在房間裡 我們看到一些漫畫、貼紙 和整間屋的氣氛 可以說是格格不入 這些東西似乎在暗示 雖然輝仔的爸爸和媽媽很疼他 但是他們和輝仔之間 似乎仍然是存著在某一種格幕 輝仔今年雖然只有十四歲 但是從這個學年開始 他已經沒有上學了 不過他家一直都不知道 直到有一天 他媽媽親身去到學校 才發現這件事 他客務次見到, 他說 馬文輝, 我馬文輝 考試為何沒有讀屋 沒有回來的, 昨晚都沒有回來 他說他好, 你沒有上學 又沒有考試 媽媽的嘆息 是可以代表他對輝仔的關心 但是從輝仔的成績表 和學生搜索 我們可以知道 輝仔的成績並不是太好 而他的校園生活 也不見得很愉快 在學校裡面 他不太像學校的人 不太像學校的同學 他有自己一個圈子 他在外面像人 今天他平時也不太多說話 我們平時跟他說話他才說 未出事前 據說輝仔曾經在一間停車場工作 但是車場的負責人 就否認這件事 因為輝仔還未到法定的工作年齡 據說, 輝仔喜歡工作多於讀書 但是由於輝仔當時仍然昏迷 沒有人知道 究竟輝仔心目中喜歡做甚麼 究竟他的理想又是怎樣的呢 馬文輝, 馬文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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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現代醫學都不能保證 輝仔可以康復的時候 在這一天 輝仔的爸爸和媽媽去到事發現場 希望能夠呼喚輝仔的魂魄回來 最希望他就好回來才算 想輝仔回來跟媽媽跟爸爸 朝晚期 不知道是否因為馬先生和輝仔的媽媽 真摯的誠意和呼喚 終於叫醒了沉睡了十幾天的輝仔 輝仔雖然這次可以跨越死亡的關口 回到現實的世界 但是這個現實的世界之中 輝仔一家三口又要重新面對 把握他們面前的各種生活難題了 沒錯, 現實世界遭遇另一個難題 就是輝仔雖然醒了 但是他竟然忘記了東西 連家人的行物都忘記了 但是據醫生說 輝仔不知何時才能記回來 現在可以做, 只是等著 因為我們了解到輝仔雖然十四歲 但是他以前在發生事故以前 走去做事, 幫忙加計 現在雖然醒了 但是忘記了東西, 沒辦法做事 倒轉成為家裡的父女 對, 輝仔的父親 為了照顧輝仔 已經很久沒做過事 還有在家裡 供養一個八十幾歲的媽媽 說一句, 人生只是無奈 我現在沒辦法, 沒辦法, 沒辦法 沒辦法, 沒辦法 只想到一樣 就是在這裡衝心祝福他 輝仔早日康復 還有家裡一家大小 得到適當的照顧 在這裡希望善長、仁翁 如果你想幫助他們 立刻拿起電話 打來電話號碼 就是一百七二三三三 一百條線等著你 我們今天現場這裡真的很熱鬧 除了有幾百位健康人士 還有小朋友多說一些之外 現在這裡來了四位太太 霸掌師, 歡迎你們 他們說現在雖然百物不貴 但是難倒他們 他們用五十元就可以做到五菜一湯 現在已經開始煮了 不如讓我們幾位拍檔介紹一下 一會兒交給你 好, 謝謝明姐 我首先介紹第一位參賽者 就是張鳳瑩女士 她的幾道菜分別是蒜蓉蒸餅 用了十五元 芹香雞絲生菜包九元 紅燒豆腐煲四元 菜膽鯉魚肉八個六 椒鹽九肚魚十三個四 還有湯就是九肚魚骨芥菜湯 總共五十元, 剛剛好 但是湯不用錢 就是因為菜和魚兩菜三食 是否正打細算 不如我先發一下她在煮甚麼 紅燒豆腐汁 紅燒豆腐汁 紅燒豆腐汁, 很香 我想豆腐也很好吃 一會兒我想弄就 不妨礙你 不妨礙你, 不妨礙你 我以為餐客也不吃虧 就來梁淑然去吃 她所煮的菜是香鮮蠔餅 鮮蠔餅, 價值六角八毫半 第二道菜是鮮茄菠蘿豬扒 十元, 鮮釀豆腐青椒 八角三, 豬竹魚腩煲 八角七, 芥蘭炒牛肉 八角七, 芥蘭炒牛肉 湯就是這個 鮮羊菜豬潤湯 八元, 總共有四十九角八毫半 為甚麼有一毫煮零, 九檸 剩九檸哪來呢 我不是很清楚 不過不要緊, 最重要是有魚有肉 一樣有營養, 一點都不適合 看看做甚麼, 鮮, 這是甚麼 鮮茄菠蘿豬扒 很香, 剩下麵麵 我們這邊的第三個參賽者 叫做李恆宴女士 她有酸油蕃茄瓜是四元 大頭蔥菜精華雞是十元 花生洋蔥西椒炒肉片是八元 蔥花炒滑蛋是兩元 薑蔥炒蟹是十九元 聖瓜瘦肉魚片湯是七元 總共是五十元 又可以買到魚, 又有雞, 還有蟹 簡直是大酒樓的貨色, 厲害 不過還有一件最厲害的事 就是你看, 兩元就可以做了一道菜 你說欠人蠻劍 讓我看看你現在做甚麼 滑蛋 做滑蛋, 令我餓得很餓 很難交給了, 餵你 好, 謝謝你 我們第四位參賽者 就是歐永雄女士 她的菜式讓我先介紹一下 有蒜蓉, 碎牛肉, 燜子瓜 用了八元, 大量炸鮮奶, 九元半 鮮草菇, 鵪鶉蛋, 十元 番茄炒雞柳絲, 九元半 三色蛋, 用了五元半 而湯是魚片蛋花, 湯用了六元半 總共是四十九元三 是四位參賽者, 最少錢的一個 除了這些菜式忙碌非常美味之外 營養價值都落縮一百分 看看現在歐女士, 你知道這是甚麼 大量炸鮮奶 炸鮮奶, 其實我很想試試 謝謝, 麻煩你, 明姐 好呀… 炸鮮奶我最喜歡吃 提提各位主婦 除了要懂節儉, 又要有營養 還要懂香味 好, 我們今天專誠請來叫評判 就是有陳秀文 還有煮菜很棒的方太 以及營養師的岑太 他們五菜一湯很久吃 現在開始試試, 麻煩你們 對, 冠軍就可以得到一年買菜 有兩萬元, 結果稍後才知道 對, 現在我們這裡有飯菜香 但是隔壁廠嗅到一股女人香 加恩這個聖金女星葉芳華來了 一群男主持都湧過去, 看他們搞甚麼 好… 整群狂風浪貼在這裡 這裡當然有蜜糖 你不是嗎? 這個有份 煮蜜糖吧, 好嗎? Honey 蜜糖, 熱光一下 謝謝你… 你好… 我不明白, 韓國語 我不懂 我不懂聽… 你不懂廣東話 不用懂, 做事你做 我不懂英文 說什麼 我不知道你所說 總之, 你不用知道怎樣 說什麼, 說什麼不要緊 他們沒有幫我們討論過嗎? 討論過嗎? 討論過 現在我們七個猛男裡面 那裡有東西給你們看 我解釋… 我解釋… 我們身上寫了一些字 寫字 如果你寫什麼字 就有五千萬, 五千萬 明白嗎? 明白嗎? 不, 我不明白 你明白嗎? 師傅, 請解釋 明白, 你看… 你看裡面 五千萬, 看 我給你五秒 五千萬 對,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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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握手 好 準備嗎? 明白嗎? 明白 好, 明白 我們開始嗎? 逐個… 逐個… 好嗎? 好, 預備 你差一點 你差一點嗎? 你差一點嗎? 我抽了生死抽 你差一點嗎? 開, 五秒而已 就馬上收回 收完它才寫 好, 預備 1、2、3, 開 5、3、2、1 收 好, 寫了 這裡有兩個字 如果這裡寫到 就馬上有一扮 差不多… 好… 不要理會 行人家以待, 好嗎? 好, 第二位 好, 阿達, 準備了 自行 好, 準備好了嗎? 好, 準備好了 好, 預備 1、2、3, 開 5、4、3、2、1 好 這兩個字都很有趣 好, 阿翔, 到你 這個比較困難 我開了嗎? 5、4、3、2、1 1、2、1、2、1 1、2、1、2… 好, 再見 一招… 吃到 好, 三個一起, 這三個一起 大家有三個字, 看清楚了嗎? 一起開, 數十秒 1、2、3、4、5、4、7、6、5、4、3、2、1、2、3 其實她自己的名字姓名 真是… 竹星就是竹星 三個字, 十秒, 十秒 十多… 五個字 好, 五個字 五個字… 再給她五個字 一、四、五、二、一、二 你幫我們寫書 籌到的善款, 還給我們 對… 這個有很多畫的, 有很多, 有很多畫 這個大畫, 這個… 好, 到最後一個了 這個大火 簡單… 這個很簡單 這個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 準備好了嗎? 中國人都不知道 是 我都廢話了, 你自己看 你慢慢看… 看得到時間為止 好 好 好 你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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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了, 好嗎? 犯規 這樣犯規 不要犯規 不要了, 師傅 不要犯規 對 好 15秒, 現在40秒 3 好 2 1 對 很犯規 好 很棒 你這七個猛男 看見美女, 甚麼都可以 你真厲害 真厲害 甚麼字 現在數到… 對, 遮一遮, 好嗎? 遮一遮, 遮一遮 這兩個… 阿棠這兩個, 現在遮一遮 遮一遮 對, 遮一遮 對 這樣也是對 這樣也是對 對, 遮一遮 對 這個不對 這個… 1, 2, 3, 4 好嗎? 5 這個也算 這個也算 這三個也算 這三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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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算, 過半 很厲害 三個, 一、二、三、四 四個半次 對嗎? 對 不行, 不行 六個, 六個 六個… 六個, 六個 六個, 六個 三萬元錢款 也有, 也好 三萬元 三萬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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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感謝他的善心 愛心 但昨晚我們也很有愛心 我們跟明姐, 紫薄, 黃高祥 我常去臨屋區探訪居民 也很感謝建泰貿易有限公司 送出這個家庭電器給居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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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待會兒看看什麼情況 做這個愛心探訪 跟大家聊聊天 探訪? 你初來報道, 拿兩索照 不行 阿棠, 你真是自己還是個人 你覺得很厲害 當然不會兩索照 我們帶了很多手信 看過了, 手信在這裡 是 今晚除了我林健明 還有… 繼續看我們的拍檔 林之鵬 還有黃光祥 一起做愛心大使 吵架就是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有貨就送貨 來吧 來吧 來吧… 繼續吵架, 黃光祥 吃它爛了, 沒錢賣 爛了不要緊 好, 我們送一個新的給你 來吧, 隨便看看, 好嗎 來吧, 就是這個 好嗎 好… 謝謝阿莊 小的阿莊 葉太太, 送一個甜蜜鍋給你 謝謝, 跟愛心看真點 好的… 正婆婆 你有個雪櫃 不過…壞了, 沒燈 好, 不要緊 我們送一個新的給你 好嗎 好 好開心嗎 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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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好嗎 好 謝謝… 聽說你家的雪櫃就開始有難 而且很小 不夠容量, 家裡很多人 我們就送一個雪櫃給你 對嗎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有這麼多嗎 好 準備就緒, 出發 好, 別緊, 好 有很多衣服洗 張先生, 全部手洗嗎 是的 你們很辛苦 乾衣, 洗衣 一部機全都解決好嗎 當然, 很好 那就絕對適合洗 好 張先生, 唐哥, 你好 你好 想要這部什麼電器 一部洗衣機 照顧著太太, 不用洗得那麼辛苦 還是這麼說 這部適合洗嗎 很好 很好, 拿去洗 好… 不用太太, 都很好 很喜歡說英文, 來 煮什麼都行 大紙薄哥哥馬上送給我 收貨了 謝謝… 很高興, 回來了 明姐, 原來送禮這麼開心 我和阿博現在當然很暢快 當然, 做善事大家會特別開心 各位善長、人翁 記得打開我們的捐款熱線 號碼就是… 1872333 很多人都想織福 織福有很多種不同的方法 但是說到底, 最重要是說我的心 用你的愛心去幫助一些有實際需要的人 是不是更加有意義呢 所謂眾善因得善果 我希望你們用你的愛心加上實際的行動 支持今天愛心看真點 有憑住院方來畢業樂府 在我們的錄影座裡真的很光芒 沒錯 現在坐在中間的一位, 大家認得他了 就是羅劍鑼先生 闊給我們多時的語劇 是老官, 富哥 不禁, 剛才回來, 有幾天而已 回來有兩個星期了 立即就上來我們看這節目了 你在美國那邊嗎? 我在三藩市 三藩市 我記得幾年前你那邊碰過你的臉 有, 你整班都去探望我 是… 對了, 請問一下 你那邊, 現在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今天看真點的節目? 那邊有, 和星期四、星期五 我多數看的 是嗎?一個星期兩晚 一個星期兩晚 你看過之後, 你覺得有什麼意見給我們? 相當好 是嗎? 我看到你們時常回到訪問的人 還有那些殘虐人士 我記得有一次你們回到看見一個 那個頭好像疾了 就是回來敷衍的人 疾了 又好像每個人捐錢, 醫治好他 是… 富哥, 你有一份心 在這些事件上特別有種感覺, 感動 當然 有一件事想請教你 以前一般人來說 香港人只博了那張紙 你怎麼看呢? 我看以前和今天有比較 以前的人好像先見羅伊後見人 是… 我這次回來 我覺得人沒有這種態度 是 同時現在的青年人很肯做善事 因為他們能夠賺錢 那些年輕人沒有出來賺錢 所以有個比較 那倒不錯, 每個人都有愛心 對了, 這場來到 不如跟你說話, 跟觀眾呼籲一下 好… 好, 我們呼籲 各位親愛的觀眾 親愛的好友 我能夠今天回來參加這個愛心看真點 我十分快樂、歡喜 今天我希望各位觀眾 和我的好友 你們多多捐助善有前步 好 謝謝各位 謝謝你 謝謝 馬上捐助打電話 172333, 100條線 是… 輪呼籲之下 現在我們善款 即是基金數字 有新的數字給我們去香港講過 好嗎? 現在累積到 五百七十二萬三千七百六十六元 真棒 謝謝郭芳市長 謝謝… 何必這個時間呢 有四位美女鄧穗文、湘天娥 萬倚文和蔡曉怡 說為我們唱一首美歌 是 就是你為你的愛情 聽聽, 好嗎? 好…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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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道 TD 半塊薯片 想吃完整包 說齊齊的大聲好不好 一二三, 來 加上海鎮, 太鎮鎮 老人中心的老人家 全部要的東西都寫在這裡 你也有, 我也有 我們不要鬥了 千萬上快關門了 我們馬上進去 拿得多少… 聽說沒時間限制的 千萬不要打電話 阿倫 過癮… 進超級市場, 任拿也不用付錢 不知道還有沒有第二次吧? 一定有 不如我們一起送給你吧 出發吧 好了, 來吧… 先跑, 跑仔 你喜歡吃什麼? 小朋友一聽到有食物派 就差不多全部出來了 每個都排長龍, 當然了 媽媽教育, 千萬不要執書 不要執書, 不要執書 我吃醬油 你的… 米… 送湯麵給你, 夠不夠? 夠不夠 夠不夠, 送菜再加多油 米… 這個公公很厲害, 很強壯 拯救三包 這位公公認真老當益裝 三包大米都托得穩穩 伯伯, 吃不完米就派給隔壁娘 老闆姐, 全家大歡喜 所有食物都派給老人家老王 我們的義工行動亦告一段落 不用錢, 要去超級市場 贏了, 真是太過癮了 其實在這裡真的要很感謝 YULI超級市場捐出所有食品 謝謝… 欣欣, 現在生活指數這麼高 每天的開銷率真的很大 沒錯, 幸好我住得近公司 有販賣津貼, 衣服是公司的 我平均一天花三十元左右 你們可以做, 有些人未必可以 不過如果你們想省省地 過生活, 也有辦法 有什麼辦法? 阿唐有好介紹, 看看 真的嗎? 不能一隻乳鴿, 看看 各位打工仔, 日熬夜熬 最重要是想有啞遮頭 住得便宜 這裡雖然有百多呎 但是廚房、廁所樣樣齊 風爽光猛 深水埔區交通又方便 月租只不過是1500元 真的有身分證就有便宜屋住了 吃得便宜 大家博無非找一頓小餐 這頓便要便宜、漂亮、正 這裡的地方夠美了吧 但這些東西你猜是否便宜 廣場地庫這裡 十元兜飯盒, 有飯、有菜 每天四款任選款式 每天都不窮, 誰知道便宜 簡直是很棒 快點, 前面 十元熱辣辣飯盒 款式香味俱全 合法份量十足 對打工仔來說 實惠兼實際才是最重要的 說到吃, 可以吃完再吃 便宜完一間就有一間 說真的, 我本來不是這麼喜歡吃乳鴿 不過看到這裡的乳鴿 真是情不自禁 為什麼? 五元的乳鴿, 問你怎麼忍? 告訴你, 這裡五元乳鴿出門的地點 就是位於元朗奉猶北街某酒樓裡 何嘴? 便宜了, 舅物 來中環買東西也有得便宜 不過當然不是這裡 好嗎? 在這裡太古大廈一樓的樂師會二手便宜的中心 這裡的貨品勝在夠多 而且每樣都便宜都少 襯衫西褲, 牛仔褲, 領胎飾物 二十元至三十元有交易 寶寶口水兼買一元 其他西裝長裙、短裙、皮鞋、球鞋 都只是一百至二百元 而且其中有不少名牌 還有, 這裡所賺的錢 全部撥歸樂師會慈善用途 購物兼做善事一舉兩得 平價電器 這間是位於中環基利民生街的 平價電器店 賣的都是行貨 不過採取薄利多銷手法, 逆街坊 電視機比市面平五百元 錄影機比市面平三百元 洗機比市面平二百元 雪櫃比市面平三百元 電器是家家戶戶當然需要的 來這裡入貨又節省多一點 超平娛樂, 看電影是香港人最普遍的娛樂 不過家長看電影要五十多元 一加四口看成二百多元 算了, 便宜一點行不行嗎 行, 為於上水吃回去這間戲院 前座去飛二十元, 後座二十三元 一加四口來一百元也有抓 還播放香港首輪電影 所以或者真的坐火車進來看也值得 看電影有什麼好玩呢? 不如便宜一點打一場歌斧吧 真的很便宜 在屯門看樂體育中心裡設有 一百條戈爾夫球道 每條球道時租十元 一籃三十個球費用又是十元 租一支球棒又是十元 所以只是三十元就可以享受到 這種被譽為貴族玩意的過中滋味 對, 要真真正正享受生活樂趣 不一定要大灑金錢 便宜一點, 省省一點 一樣可以開開心心的, 對吧 今年八月十九日 南昌街發生一次光動全港的 煤氣滅門大爆炸 戶主陌生一家三口全部身亡 死者的年老父母痛失愛子之餘 亦要面對連串的經濟困境 案發後第三天 基金立刻賦出十萬元給兩位老人家 作為簾贓費和日後的生活費之勇 現在兩老人家的生活也算過得去 而麥老太也不時有去拜祭 三位至愛的親人 很感謝你們這麼幫忙 看到他們這麼豐富, 這麼豐富 感謝你們 如果不是, 也不知道怎麼搞 好了, 又回到我們卡托現場 是阿棠 阿棠 先和你聊聊兩句 我和你一起主持《今日看真》的節目 由開始到現在 就不驚不覺有一年零八個月了 足夠了 是的, 這年紀裡面變化也挺大的 由節目原本半小時 到現在是一個小時 由原本幾位主持 到現在是三百位主持 珍容是認真龐大 聰不聰明 聰明 好了, 那就報一報我們的電話 一、八、七、二、三、三、三 太好了 健康電話 沒錯, 真的是震容強大 人數非常熱鬧 但平時各有國望 很少說齊人的 這麼多主持一起在電視機面前 坐下來聊天 這樣也是 對, 尤其是外景組的主持 經常去拍外景 日曬雨淋, 風吹雨打 隨便轉 觀眾可能對他們的認識不太深 不如趁這個機會 讓他們曬日冷 外景組很聰明 來外景組 左腳向前踏一步 好 請自我介紹一下 好, 我袁潔儀 我, 容錦翔 許惠寧 王偉嫻 林子博 金惠英 王光祥 廖文慧 陳全貞 黎思嘉 好 好, 直接就合手了 右腳向前踏一步 齊整天 不過這樣吧, 明姐 認識了大家 但日常大家看到我們 都是拿著咪高峰 還有訪問, 在廠方看見大家 很少看到, 深入一點的 在另一面 這樣是嗎 既然你有這樣的說法 不如我們把 我們有部分主持 視為人知的一面 告訴大家 讓大家的親切感, 好嗎 即是怎樣 好了, 我們從這個民意 調查所得 林建明的月薪 就是最容易哭的 林建明 高港堂 林建明 阿棠這次 我都沒辦法幫你了 人家都在笑 出來的結果是你的 無疑, 我看到你哭的次數 就是N字那麼多 你實至名歸 不過我知道, 你感情豐富 當然了… 日後冷靜一點, 好嗎 一時二時多 好, 接著呢 第二個… 最骯髒的… 最骯髒的… 誰… 是誰玩 對啦 沒錯, 就是盧希來 盧希來 阿萊 恭喜… 看你的樣子不是骯髒的 你知道為何你要得到 這個最骯髒的名銜嗎 我猜是因為我的人比較踏實 純樸 對啦 香肚味 等一下… 是的, 不驅小節 這個… 這跟這個骯髒是無關的 我告訴你, 好嗎 因為工作人員告訴我 你出去外景 有時可能趕時間 但妝也不快 已經扔兩扇東西 口紅就行了 其次, 我們整班主持 看到你這一年來 出身外景 都一樣是紫藍色的褲子 從來沒有換過 都不知道你有沒有洗過 所以你… 對的 好, 我們是送人 我們到誰 接著就是最骯髒 經常都魔王 經常都魔王 對啦 誰呢… 好, 立刻揭曉 一個… 光光場 對啦 黑解 那你就講解一下 剛好又是我 對啦 剛好又是你 不會吧 不過魔王的事 不關你的事 是天時地利 希望你日後就幸運一點 撈了葉洗, 洗去吧 好的 好, 然後呢 聚力吞人說話 連續的雀鳥都哄到來的 口甜切髮 你們猜不猜到 中惠寧 你們小時候猜不到 就是中惠寧 請你出來了 你的肥蝦會哄人說話 你是不是很開心 對呀, 我猜不到這樣 我以為我會鼻子 你知道為甚麼嗎 甚麼原因呢 嘉欣有一次 你拍了一個片段 哄到婆婆竟然說你 好像小姐那麼漂亮 說你漂亮女兒 這個真的沒辦法相信 我婆婆要驗眼 所以你就厲害了 好… 好, 接下來就是… 最藤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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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黃光祥 黃光祥 不是… 不是黃光祥 中望所歸就是陳欣欣 過來… 問個… 陳欣欣 你是最藤雞嗎 你承認嗎 你承認嗎 不知道 不知道不要緊 不要冤枉你的 我們有片 不要冤枉到病 但你馬上可以看到的 我們馬上給一些片段去看 但她覺得她自己實施名歸 麻煩你去片 是… 梁芹仔, 這些東西 特地帶來這裡吃嗎 是… 有沒有請其他的營友吃的 有… 不叫過來吃 不叫過來吃 有隻蟑螂 走了… 你很害怕 不是… 請問你做甚麼 你很害怕蟑螂 那不就很難為你做這行 這樣也要做 也要做 我們統計過 正得鼓掌嗎 鼓掌 鼓掌 他叫了三秒 三秒 三秒之後 不過就這樣 說句公道話 他不是經常的 間中有咒語 好, 日後淡定點來吧 好, 好… 謝謝你 大家認識我們比較深一點 第一個大家不認識 怎樣 實質就應該不受他玩 是誰 害群之馬 我們有一個… 我們不要受他玩 這個害群之馬 我們節目的名字叫甚麼 提身點… 戴眼鏡就是看不出來 差點 誰戴眼鏡就出來 四眼神, 別遮掌 為甚麼要穿外套 你說一聲做不做事 做不想怎麼做 做啊… 做就要發 因為你是害群之馬 影響我們聲譽 表演 袋子有甚麼都掩出來表演 沒有就脫 有 用個擲機怎麼玩 擲機玩擲機 有的… 有的… 有, 搖擾而已 搖擾… 玩搖擾… 就來表演搖擾 剛才來哄那些… 今天兒童看真一點 我多說一些的來玩 我不管, 你會玩嗎 我會玩 二十多年前滿意 你不懂就收馬 我們看看他怎樣 行不行 你想不做, 你好像可以 有多少個圓妖 有甚麼花式 兩個雙龍出海, 看看行不行 他為甚麼會玩 雙龍出海 對呀, 這麼聰明 我被他抬了 家欣, 原來和偉神 小時候對搖擾情有獨鍾 是嗎 讀小禍時, 參加過… 雙龍出海 參加過公開比賽得獎 是, 雙龍出海 好, 有甚麼招式 雙龍出海 搖擾… 玩個搖籃, 看看也不行 搖籃, 搖嘛 搖… 搖籃… 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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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籃 不是, 搖籃, 搖籃 太大, 搖籃, 搖籃 是這樣的尺寸 是否不行 你說一聲, 是否不行 你說不行就行了 小一點 再小一點也不行 行… 行的, 行的, 行的 小一點, 行的 真的很熟練 這麼挑戰 剛才那個網, 你有多少… 不要緊, 你還有另一個 正好一個… 好在… 發覺有多一點親切感 有甚麼可以應景 例如上面那個 應景嗎 招牌 行… 整個標籤走出來嗎 是… ATV標籤 真的很像 說到ATV, 我們真的有很多精彩節目 是嗎 是 例如早前, 羅茲威爾外星人 飛碟UFO UFO就拱不動成績 飛碟嗎 飛碟, 有甚麼飛碟 飛來看看 好, 飛碟是亂飛的… 亂飛的 是, 會不會升職高空 飛上天 是, 沒錯 好, 來 既然飛得那麼高, 我們再高一點 例如做一個步步高升 像我們的修士和善款一樣 行嗎 好 步步高升 來吧 二… 來吧, 給點掌聲好 好… 一、二、三… 三… 好… 太好了… 林大神, 太好了… 謝謝… 謝謝… 我真的反對他們說 甚麼外群之馬 你只是優秀分子 你繼續可以在這裡 謝謝… 太好了, 各位 很厲害… 身懷絕記 不過我們有同事 剛剛加入亞洲電視 是的 她說要參加這個《看真點》的國安 哪位有… 沒錯 陳秀文 二烈, 歡迎 有請… 大家好, 你們好 陳秀文, 你好 剛才我已經見過你了 有空跟你聊天 我想問一下 前幾天你就嘗試做《看真點》 拍過一宗案件 你覺得怎樣 很奇怪 本來我知道要訪問四位公公婆婆 還以為不知道跟他們說甚麼 但那天真的覺得很溫馨 而且能學到東西 是的 這麼客氣 真的… 幫到我們 幫到人 真的… 不是, 他們是一對鑽石婚 一對金婚 你看到他們自己也會開心一份 那又教你婚姻之道 是嗎 學到一些東西 是嗎 你們現在挺好, 是吧 好, 說得這麼放棄 不如一事不宴前 立刻去看看這件事 好啊 好啊, 很想看看 學一下東西 阿Sir, 去片 你願不願意跟他金虎與貢 一生一世都照顧他 永遠不會跟他分開呢 我願意 在教堂裏面一對對的新人 互定盟勢, 長相私守 但很可惜他們不是每一對都可以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在過去五年裏面香港的離婚數字 現在就增加了二千五百多宗 那究竟結婚是否真的好像有些人說的 結完就結婚 是呀, 我都說他是我的特務 喜歡他就贏了 不是, 高不高 這兩對王氏和許氏夫婦 可以說是最長情的公公婆婆 因為在最近, 他們同時獲推崇為 全港毛泛, 金婚和鑽石婚夫婦 以讚揚他們結婚超過五十年那麼久 至今仍然情比金堅 黃先生, 黃太太, 你們好 我第一眼看到你們 覺得你們很有夫妻相 你過獎… 他們都很歡容 當初你們是怎麼認識的呢 我的工人在我們做過, 去他做 介紹我認識他 黃先生和黃太太拍拖三年就結婚 而據黃太太說, 他最難忘的就是婚後 他一生就生了五個女兒 為了這件事, 家婆就不太高興 還給他很大壓力 不過黃先生反而不介意他生兒子還是女兒 令黃太太很感動 我就是生氣, 我就說不愛的第二女兒 第五女兒給了別人 就是這麼多了, 為甚麼兒子都沒用 兩個… 那他第二天立刻 帶相機去拍了我女兒的照片 叫我不要給別人 給他美國, 我都拿一張照片去找她回來 不過最後, 黃太太也幫黃家添上藍丁 其實家庭的壓力對他們來說 反而不及得上大時代洗禮 對他們的衝擊那麼大 就是在日本佬的時期 告訴你 你經歷過戰亂的時候 三年零八個月 三年零八個月, 很可憐 在香港 飯就有得吃, 菜就沒得吃 相信黃先生、黃太太能夠共同 捱過這段這麼艱苦的日子 都是因為他們之間存在著深厚的感情 這種真情令他們甘苦與共互相扶持 相信大家都會認同 經過自由戀愛、自由結婚 大家的了解深一點 就會容易得到美滿的婚姻 但原來不是絕對的 以下要介紹的這對鑽石婚的無犯夫婦 許先生和許太太 他們的相識只是經過相體而已 據許太太說, 他們只見過兩次面 他覺得許先生也挺高大英俊 於是就決定移身相許 許先生在未認許太太之前 已經是做海縣的 他結婚後仍然要出海 不可以每天都留在太太身邊 少的都要一兩個月 最長的一次是四年這麼久 我知道許先生是行船的 許太太在這段時間 有時要分開兩地, 有甚麼感覺 女人之中每個人都認識的 分開兩地 做到女人就知道 夫妻分開, 初初真的很難受 不是這麼難受 有沒有人說, 有沒有人說 無雙無量 許太太這種牽牆掛肚的日子 足足過了四十年 等到許先生退休 一家人才可以真真正正地共聚天律 但會不會回來見到丈夫或太太 就會特別恩愛一點 愛無見 當然會, 久不來不見, 回來後來 可能會增進感情 對公婆上當然有一種溫暖 再隔著那麼久 是, 嫁著 rồi 結婚當日穿起裙伴當然很開心 今時今日, 當大家已經過了大半生 再穿起裙伴重溫昔日結婚的情景 心情又是怎樣的呢 在我身邊有兩對很可愛的新人 剛才我一路看著他們在嘴嘴笑 那許先生呢 就說我是不是在笑著他們 其實不是 我看到他們真的覺得很溫馨 他們今天的衣著 我很想問一下兩位太太 你今天再穿這些裙子 究竟有甚麼心情 心情是怎樣的 或者許太太先說 漂亮, 開心 很開心 很開心 黃先生, 怎麼樣 你不想多一下 那時候娶老婆的老婆 是不是很自然這樣? 對 她那時候沒那麼老 很漂亮 那時候年輕很多 你們對我們後輩有甚麼說話 例如夫妻相處之道, 怎樣 大家忠忠就受 要記住對方的好處 那些長處 那些不好處的風吹了去 今天真的很榮幸可以跟你們聊天 對, 莫益良多 不如我們一起拍照留念, 好嗎 好… 好… 我和你聊天 我還要拍照, 我很喜歡 來, 我們看著那裡 我想平時大家都會做善事 例如買旗, 給錢乞衣 或者平時稱讚別人漂亮 但其實這樣是不夠的 我們應該最好是出錢又出力 用心去幫助阿Dee真正有需要的人 其實很容易 只要你拿起電話 打一八七二三三三應捐 你一定能做到的 好… 出來… 阿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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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你怎麼會有保養味 跑步籌款 跑步籌款 跑步了, 在床裡有多大的跑步 請你把你的頭向後一望 有沒有跑步機 跑步機? 對 以為這麼好, 馬上來吧 好, 今天分兩批 兩個人在這裡, 猛男在這裡 槍, 舒奇, 欣智強和林慈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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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四個人一組 分成男女轉中比賽 總之兩個人可以跑步 兩個人回答問題 回答你所問的問題 回答中一條是五千元 對 總之兩分鐘 每一條問題回答的時間只有十秒 對, 這麼快 回答中就停五秒 不能停 對, 按照的時速是三十秒 一直跑 不停跑?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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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準備 後面師傅幫我們 站起來, 一定會 來… 好, 這樣吧 先開機, 讓他站起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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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計時 快點… 快點… 有本事… 有本事我們這麼快 你這麼快 是… 你… 你比賽 沒多事 他來了, 可以 來, 計時 來, 計時 大姐, 請你說出五種 在香港會帶槍出門的人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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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衛員 護衛員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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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付錢可以坐的車 時間車… 電車… 貨車… 租車… 十字車… 單車… 十景車 好,行,好,好,好,繼續 時間還沒夠,好,繼續 好,請趕出… 我們跑快點 吃雞邊的小食 豬皮… 豬皮… 牛菜… 豬紅狗菜… 好,謝謝時間,快點… 再來問,我想說出五種犯法的行為 你還有什麼犯法? 打劍大人放火 強家… 不如… 對… 為何你們這麼熟,你們好嗎? 三、四、三、四 三、四、三、四、四、三、四 好,時間 好,很棒,吃東西… 五、二、五、二、五 是呀,很棒 好笑 我們猛藍籌碼一向都這麼聰明 上來,到你們了 好,你出口 你出來… 好,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阿花,花負責牌 什麼叫做練成? 楊公園負責牌,你們兩個戴上來 又不懂,我練成 快點,快點,你現在幹甚麼 不是叫你們說 好,我們問他… 好… 你們兩個聰明一點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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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什麼嗎? 快點… 好,算了 第一個問題 有沒有遮蓋這套包 沒有遮蓋 第一個問題 請說五種搞馬口穩成的職業 嘗嘗話 我… 七個… 七個… 魚仔… 過世… 七個… 七個了,七個… 第二條…五次病 第二條,講出五種傳染病 傳染病 老婆,老婆… 老婆,老婆… 感冒肝炎… 答對了,你吃了… 想贏了 想贏了 一個跟一個, 知道了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說了三次了, 你們這麼熟悉 快點 第三條問題 你有 說…我… 快點, 別客氣, 快點 說出五組, 你會在街上做的好事 好事? 你穿黑衣服, 老人家過馬路 我再一次 餵狗, 撿黑衣服 這次是餵狗… 謝謝… 我幫你買給我 拿出來… 謝謝, 給天德斑 好… 老公, 打電話, 打不出了 繼續… 請說出五種不同的說話 是說早晨的 五種不容易的 早晨… 早晨… 我猜拳 我猜拳, 說不定 你怎麼說? 我猜拳, 請你 放手… 放手… 你放手… 你放手… 繼續… 好… 等一下… 我先把你演出 從中環向尖沙水的方法 這次擊死巴士地天 小便, 試一下 小便 對… 好, 夠了 多少我們答, 我們比你們多 你們… 你們…你們非常認識好 但你們犯規 怎麼犯規 叫你跑步進去答 你剛才沒說, 我不行了 你沒有說, 你有精神 我沒說, 你再說 你又不是組員, 你也答一筆 好, 我們不要爭執了 總之計一計, 我們現在總數是多少 加起來有五萬元 好… 好… 真是好, 真是好 又玩得又搭得, 知識豐富 一朗, 在這裡精神就好 跑得怎麼樣, 跑得怎麼樣 大家看, 我還沒說, 她都很放棄 你還沒跑過, 她就打了 真可憐, 花姐 出汗了一堆, 要怎麼炸別人 你們要給你們一點時間 我想他們要肚子餓 隔壁就… 要跟送你師奶不知道轉成點 不如我們看看小便該吃 好… 阿棟, 交給你 看看那邊怎麼樣 不如我們一起召喚你 好… 你交給我吧, 明姐 我哪有空 我實在真的沒話好說 不如問評判的味道如何 阿方太太, 你是主婦門的偶像 誰有特色和創意呢 今天四位都是創意非常好 因為他們要用五十元做五道菜和一道湯 是呀 已經足夠創意了 你個個都好 是 師奶, 神埋文, 你覺得誰有特色和特點呢 他們真是…我們這次做評判都挺困難的 困難的 因為有些水果拌起來 又令人覺得好像很開胃 但如果有這麼多的菜 有一個給我印象深一點 就是那個菜膽拌鯨魚肉 因為賣相很特別 賣相特別 有心思砌要花款出來的 是呀… 好, 又有創意, 又有心思, 又有特色 但營養夠不夠問呢 營養師的神太 他們真是肉類的選擇 多姿多彩 蔬菜的配搭都非常好 所以大致來說, 每樣都很好 三位評判都讚不住 食質證明了一件事 今天只需要花些心思 就算百物騰龜一樣有好東西吃的 但也要分個勝負 有羅方太太跟我們揭調 今天誰是一個冠軍 今天師奶省多點 本來就是我們三個 已經開了幾次小組會議 是呀… 結果決定就是… 當然每個人都有她的好處 是呀… 覺得最平均和最好的 就是第二位, 梁淑妍女士 梁淑妍女士 恭喜… 恭喜梁淑妍女士 好了, 有羅, 方太太 為我們頒這個支票 就是二萬元一年買送錢 給梁淑妍女士的 謝謝, 方太太 謝謝, 三個成本 恭喜你, 恭喜梁淑妍 繼續坑劍, 繼續勤劍 持家勤劍可以致富 稍後回來, 我們的藝園 就會適力以赴 一起進行一個大食籌款比賽 非常之瘋狂, 前所未有 別走開, 待會見 今年七月九日, 發生了一宗弟弟操縱貨櫃起重機 一時不小心將哥哥壓死的慘劇 寫著周初勞為下的太太 及四名現有的子女 對突然失去經濟之處 感到彷徨無意 而在翌日 我們馬上緊急付款十萬給的周太太 用了辦理丈夫身後事及子女的生活費 目前四個兒子都很用心讀書 周太太總算有安慰了 我希望努力讀書 看媽媽的畫 長大, 有錢, 包括有需要的人 陳女士的丈夫在今年三月 因為口腔癌不去世 剩下年老的媽媽 一位幼稚和陳女士 更不幸的是陳女士 發現自己後腦生後腫瘤 要入院診治 同時亦產生嚴重的經濟問題 於是看來基金捐出十萬 給陳女士解決手術費 以及一家的生活費 現在陳女士已經完成了 撤除腫瘤的手術了 我做了腦部手術 電療我已經療程康復了很多 我很希望我自己再出來做一份工作 然後就照顧小孩子 好, 回來我們現場的大姐一鷹 今晚在這個時候 可以到籌款的高潮 我們計員同事說要齊心一力 來一個壯觀的籌款活動 好啊, 貫徹我們今天看真點 關心社會 和大家同喜同憂的精神 好, 我們看你那邊 大家桌上有100碗粥 100碗飯 大家有飯吃飯 有粥吃粥 吃每一碗可以籌一千元 大家儘量吃, 就輪流吃, OK 爺爺二百碗的一千元 即是二十萬, 我都吃完 是啊 各位同事, 籌到二十萬 好嗎 一行有三位同事 有三位嘉賓同事輪流吃 好 限時有三分鐘 好嗎 來啦 計時, 開始 預備, 吃 來啦 哇, 陳全正好東西 一碗粥, 誰吃了 這邊呢, 陳全正 那邊有胃, 挺好的 幫忙 鄧穗文其實對的 剛才沒有辦法 然後鄧穗文又吃 哇, 阿神又吃 麗梅又吃 舒奇就倒了, 倒了 是啊, 好東西 那邊有誰 阿唐, 唐吃了三碗 蔡曉賢吃了斯文雕 快手一點, 蔡曉賢 怎麼這麼斯文 喊一聲 麻煩你了, 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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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了 花妹, 我不要叫花姐 花妹很大口, 花妹 花妹 對呀, 這麼大口 不要, 你的口罩很大, 很難看 大家吃乾淨一點 OK 輪流時要合作吃乾淨一點 快一點, 要快一點 不要浪費 比較慢一點, 快一點 時間不多 不如可以齊齊, 好不好 不用等了, 要輪流 旁邊的不用等了 不用輪流, 一吞完就來了 對呀 對呀, 誰的口罩吃完 可以再吃就再來 喂, 公雪花勞欺來 還有阿欣智哥這一組很快 對呀, 他們不腥不腥 在懶得吃 我知道這次吃粥吃飯的善款數字 是阿林伯見出來的 謝謝阿欣 謝謝阿欣 你看阿欣欣吃到 天的吃得乾乾淨 我們的女大俠也不錯 你吃粥嗎, 吃粥沒得吃 天大俠, 真厲害 這裏 我都說這組很快 這組很快, 旁邊的組都不錯 旁邊的組都不錯 時間還不錯 還可以嗎, 繼續吧 月鎮堂那種油也很快 也很厲害 這裏衣服是女士嗎 葉芳華也不錯 葉芳華 你看她站在後面不斷吃飯 她不知你說什麼, 她不斷吃 她不知你說什麼 好, 我明白 好, 阿祖輝, 你吃了多少碗 看她樣子, 吃得都不能出聲 阿昌, 你好像還沒搞定 蔡曉怡的, 曼好多 蔡曉怡, 曼好多 蔡曉怡, 你曼好夾腐乳來送 白飯也好吃 又一早就行了 這裏全部送出, 沒夠時間 好, 黃哥祥這組又行 好, 這邊可以 鄭瑞文好東西, 沒停過口 陳秀范, 師傅 來, 順盡一點, 還有四碗飲料 有辦法 陳秀范那種 好, 這裡又行 好, 這裡又行 行了, 走過去吧 這裡還行 這裡還行, 這裡還行 這裡差不多了, 是嗎 還行, 來吧 這裡又行 全部完成 現在似乎… 做善事可以互相幫助 誰可以幫幫陳秀范那裡 有三碗飲料 對, 讓其他可以吃的 別浪費了, 別浪費了 大家同心合力 幫幫她 好, 祖輝 時間還沒夠 還有20秒就快點 還有20秒, 吃三碗 麻煩, 搞定了 我們趁這個時間 誰檢查, 乾不乾淨, 好嗎 檢查… 對… 這裡很乾淨, 真是浪費了 對, 都算是這樣的 這裡搞定了 全部搞定了 祖輝, 差你 快點, 看你了 阿輝, 快點把他打開 好, 厲害 200碗飲料 吃光了, 乾不乾淨 不乾淨 是啊, 不用天啊 多謝, 看你這麼久 謝謝, 辛苦了 真的 好, 厲害 一流一流 真的, 這麼短時間裡 蓋了這麼多碗飯 都不是很少的 真的 真的, 真的 趕快吧 因為, 乾不乾淨 想著吃吧 很緊張 欣志強, 你… 是不是蓋了 就這樣吃了 沒事的 我不用去宵夜了 剛才… 林太說請我去宵夜 那我現在吃完了 不用去 對的, 吃這些都很好吃 那些腐乳法的膠味 好飽, 但很有意義 好吃 吃得很開心 多謝大家這麼努力 對, 真是多謝 還有那些善俊 善婦來了 好, 來吧 好, 來吧 我們一起了, 好嗎 看這麼遠 是, 讓大家看 我們首次觀就是 1、2、3 6、8、8、9、5、2、3、5 多謝, 太開心了 對, 真是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不過你們不要停手 繼續打我們的意思 電話 1、8、7、2、3、3、3 100條線在等你 對, 直到今晚12點 而在明天和後天 我們的意思仍然有人接聽 由上午10點到晚上10點 你們仍然可以繼續捐輸 亦都可以把善款 傳入恆新銀行 今天看真點慈善基金的戶口 戶口號碼就是 267-204-204-001 你看, 267-204-204-001 好 我們這邊就是這樣的成績 找高大行動那邊怎麼辦 那要找劉翁 劉翁出來 劉翁 劉翁 好消息 好消息 找高大行動 今晚有很多朋友來到現場 立刻就建工 而現場立刻應徵成功 大部分就是應徵做售貨員 電腦傳呼員 會計員 旅遊領隊清潔工 還有收銀員 好啊 很多人立刻就應徵成功 好啊 就算我們節目結束之後 我們不會停 我們會繼續跟他們 現場繼續建工 所以我們九個錄影廠 會繼續下去 辛苦了 辛苦了 有些職位還沒找到人 或是人還沒找到工作 看真的以後 儘量安排好嗎 好啊… 總之務求做到 有身分證的就有工作 好啊 好啊 我們今天愛心看真的 到這裡可以說是圓滿結束 我們在這裡 代表一群受惠的貧富大眾 向大家致敬 致敬… 謝謝 與此同時 在這裡我們要請 由亞洲電視董事局主席 以及看真點的慈善基金順序人 林伯先生 有請 有請 也請我們今晚的嘉賓 和評判 以及林太 各位一起上來 羅劍先生 對 多謝 謝謝 林伯你好 琴姐 琴姐 是 有很多位 不如一起我們喝杯 是的 但凡有喜事 應該是開香檳的 但如剛才所說 市道不太好 我們要省一點點 好嗎 好 有粥就吃粥,有飯吃飯 我們以茶代酒 好,有茶入茶 麻煩你 各位來了 自便了,好嗎 自己幫幫忙 是 來,一人一杯,好嗎 是 我們粥茶粥酒一樣 來,男士們 放在後面 來,放在後面 同事們 謝謝 來,出來拿 好嗎 自己來 來… 每人一定… 好,各位 我們向全港市民 以茶代酒 乾杯 好 乾杯 公祝全… 公祝全港市民 有安樂茶飯吃 好 安定繁榮 每個人都開心 在這裡感謝節目中 台前所有工作人員的落力工作 對 感謝香港電信 捐出100條電話儀式 對,大家記住 繼續打電話來捐錢 儀式好嗎 再提一次,好嗎 好 172333 謝謝 還有,繼續支持我們今天 看真點 明天見 好 祝大家晚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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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展 deuts 叫 , 謝謝 昨天 熱烈 求婚 祝 az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